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希望的是MA 等于MG 这个基本的想法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 A等于G 这个式子非常简单 那么G是重量加速度 这个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产量 那么Tent Theta 这个Theta脚需要通过充电器来控制 不过我们看到这之后大家可能觉得 只要我的车 无论Teta在任何角度 只要我的加速度A合适 A满足这个条件 都可以让车平衡下来的 这个极端向法的确是没错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一直要有A的话 那么这个车会永远的往一个方向跑过去 它是不可能到平衡的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怎么办 我只提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小的思路吧 比如说这是一个短的模型 然后在上面一点 此时加速度应该是往这个方向 如果加速度正好大的话 它会一直往这个方向去走 保持住平衡 但如果加速度更大一点的话 蓝色的力 换性力的分量都会更大一些 导致这个弯子搬回来 那么此时加速度方向会变成这个方向 对吧 然后这个加速度A又足够大 所以后来就再搬回来 那么这然后加速度方向是从这边到这边来回交替变化的 然后车身也是来回交替变化的 此时车虽然不是稳定 但至少可以不往一个方向飞走 至少可以在原地打打 颤震一个频率震动一下 最少可以做到的 所以这是解决这个方向的一个途径 那么我们还回到这个式子上 我们现在也能知道这个G了 这是加速度成量 那么θ怎么办 我们来看一看如何获得θ 那么在我们的设计中比较常用的一个简单的 成本D的模块叫做加速度G模块 它的原理非常简单 它可以感知三轴上的加速度G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 一个物体它只是到一个重力加速度 其他方向上基本没有加速度 那么我们加速度G如果感受到三轴的加速度的话 我们就看xz这个平面 如果x轴下号和重力加速度方向一样的话 那么只有x轴能感受到重力加速度 就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发现这个东西偏了一个角度 比如说刚才那个车偏了个θ角 那么此时重力加速度的分量 不光体现在x轴上 还体现在z轴上 所以这两个画像各有个加速度分量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式子来估算 这里有一个小镜丝 大家应该可以注意到 就是正常的话应该是 这个两个东西比例等于正切θ 但是由于θ比较小 所以在工程计算上方便的话 就直接 因为它比较精确 算起来比较费劲 所以我们就金丝 因为θ等于az 我们比上ax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得回到上一页 我们回到上一页 这个式子 我们基本所有的工程都全了 看起来我好像就飞行车 平衡起来了 但机上没有这么简单 像这辆车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车上的东西 其实非常非常复杂 比如说你首先要有这个东西 所谓电机区断 就是你的车要产生一个加速度 产生一个加速度 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需要给电机提供电流 提供多少电流 你要需要仔细考虑 然后我们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 是用来传感 来输出我们刚随着的角度 和角度的微分的 还有open的单片机 然后编写合适的程序 来控制这个东西 而且控制其实也不是刚这么简单 你要编写 不过要考虑惯性力和重力 实际上你还要考虑阻尼力 你要让牌尽快地稳定下来 因为如果你没有阻尼的话 你把回去再摆 所以你还要考虑阻尼力 然后还有我们的空间码盘 用来进入轮子的算数 这样的话 你可以知道车跑有多快 这是我们的主板 主板上还有其他的模块 比如电源控制 还有蓝牙通讯 能够很多的模块 那么最后整出来是这样子 当然我们还需要 电脑端的一些软件 来保证我们的车 可以和这个运行 那么下面我给大家 也试一下这个车的运作 希望它不会漏气 大家也可能比较好奇 这个前面两个东西 前面这两个过是干嘛是 我给大家简单 等会再介绍 首先要 第一步是要标定 这个陀螺域加速度计 因为这个陀螺域加速度计 输出值 是根据温度 可能根据温度 地区 还有其他因素变化的 所以每次开机之前 要标定一下这两只 现在它正在进行积分 好 基本完毕了 下面我们把它放到平衡位置上 这个平衡位置 拿手来稍微的感知一下 平衡位置在什么地方 然后标定一下 然后打开键笔 希望它不会出问题 这样的话它就基本给大家的平衡了 如果你先轻地拿手去推一下的话 它应该也可能会到平衡位置上 但你不能推太好 因为我们边机能力有限 不能输出那么大的加速度 所以你去砍的话 肯定是没有希望的 我这个手的碰的力实际上是非常轻的 就模拟相当于真实情况下 如果你一个人站在一个车上 你的人的重心往前轻 就相当于我往前推这个车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车对你人的重心变化是非常敏感的 可以保证这个车不倒 或者人也不倒 好 那也是 好 那么这个东西其实 概念最早的2001年的时候 就美国人提出了 他们现在已经有 比较成熟的商业产品 像这样 人可以站在上面 然后双手扶着这往人走 还有你可以这样 双手啥也就扶着走 它的好处 主要是机动性比较好 无论现在我们有的自行车 摩托车 四轮车 它的问题就是它的转弯半径不为零 你要想转个弯的话 你需要一定的面积等转弯 这个在人员密集的场所是不适合的 但是这个车它的转弯半径为零 它这两个 无路可以以相同的速度反转 这样的话可以圆域转圈 这个非常好 比如说我记得08年奥运会的时候 当时就用了这辆车在场地里去 因为那个时候人流也比较密集 所以这个车非常灵活 或者在28年上 比较类似的产品 还有就是导可操作性 你看这个人 他可以手离开车来控制车 相当于你平常控制一辆车都是要手 但现在你做了一个新的控制方式 利用你重心来控制一辆车 比如说我看到过一张图 一些突击的圆 双手持着枪 可以拿两腿夹着中间这个东西 往前走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觉得特别厉害 因为它可以比较快的 突出到建筑物里 你就这东西还很实用 因为它增加了一个新的控制方式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便携性比较好 因为它其实这个大小和人 这个大小和人差不多 只要人能盖的地方它都可以带 比如说你从宿舍去遛教 你从三条去遛教 你完全可以把车起来那 放到教室里面 某个地方藏着 你从朋友家之间 你去朋友家 你可以带他去 把东西直接放到朋友家里 而如果你的像是什么汽车 这种车的话 它就不能到好的这种方便 不过它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电池容量比较受限 因为它本身可以看到体积并不大 因为上面站一个人的话 可以按笔电看的话 体积并不是很大 那么它的电池 也许只能放到这个小小角落里 那么这样的话 它的电池只能坚持大概两个小时 你内走的时间 这样的话 你是不可能从北京起到天津的 你也就是从宿舍之间来会起起 能力比较好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有点缺陷的问题 好 那么关于智能车这个简单的事情 平衡车就是什么事情 我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我的一些想法 关于这些想法 比如说当初我们想象的一辆车是这样 对吧 实际上我设计出来这样 就是这样 上面这个乱七八糟的一个德行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比如说我想了三点 这种感受 第一个是理论知识工作设计的差异 大家可能都应该是在校学生 大家学到的知识 可以感受到 如果你做真正的工作的话 和你学到的实际知识差别是很大的 你很多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难题都是你书本上学不到的 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感觉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加速度计 你认为加速度计能输出加速度 这个的确没错 但在加速度上面有一个很大的 像是噪音 它输出总是不是指数的加速度 它会发生非常非常大的波动 你看你也通过合适的算法 来抵消去的波动 或者说 我们刚才一直认为那个车是钢体 但实际上这个车不是钢体 这个车中间的连接甚至是柔性的 所以这样的话 车达到平衡 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 我们也不可能纯让刚才那个模型来调 刚才还可以看到车在平衡的时候 也不是原地的很好的平衡 也是在里面会差 因为它参数才能够好 如果参数好的话 可以让它完全的原地站住 而且你只要一碰它 还会回到原地 这就是工程中的另一个问题 就是理论模型 仍然不能解决你的实际需求 你还需要通过车转参数 来做到这些更好的效果 第二个问题就是工程设计 工程实践的差异 就是你设计上 一个东西你设计的非常好 你觉得这么做肯定是可以做的 比如说当初这样车 就是我们觉得这么设计它肯定可以用 结果后发现它可能不能用 我们打了好多好多补丁 从后来能用起来 这就是大家以后多工作的时候 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觉得设计上感觉非常好 可能一板就搞定了 但后来你发现一板搞不定 你看搞这么这么多的补丁 只要这个车我们用做了五板 这个是从前年九月份开始做的 这个是大概去年 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的样子 大概一年多时间做五板车 还逐渐把它从这一坨 放到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好看的一个小板子上面 不过我们比较好的小板子 现在也能成设那样的 下面好多好多地方要线 所以说这个事情还是比较费劲 那么最后一关问题就是工程实践的差异 比如说我们原来要造一辆车 我们可以这么着地搞 花多少钱其实也不是无所谓 但是我们为了一个比赛 可能做三十辆车 三十辆车的话 你一旦出了问题 不是一个车的问题 而是三十辆车的问题 你一个车坏了可以重做一辆新的 三十辆车坏了怎么办 你做三十辆新的 那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财产损失了 所以说在做大批量工程实践的时候 你要考虑的因素 远远比你做一辆车要分析得多 不是说你感觉一辆车你设计好了 就可以直接投入工程用的 不是这样 所以说这是一点点我小的见解 也希望同学们能以后在生活中 工作中逐渐改入这些细节吧 那好 我今天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智能车直立车的一些想法 以及个人的一些经验 就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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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